大家好,今天講到阿仙奴主場贏奔福特2比1的賽事 阿仙奴就靠下半場兩個反擊入兩球去贏 這些反擊當然能夠盡顯兩個阿仙奴清訓產品的青春氣息 很快速 不過可能你會問,你要靠反擊快攻入球 是不是表示阿仙奴其他時間面對密集做得很差 不過我今天見到阿仙奴面對密集時有個很積極的信息 就是奧迪加特打得越來越好 阿仙奴的4231必須要擊活主角的潛能才有前途 奧迪加特之前一直打不起,所以4231不明顯有攻力 奧迪加特現在是專注打偏右的進攻中場,配搭沙卡的配搭 哦,經過了這個安排之後 有進步了 之前其實都開始做過這個安排 最近應該是這個月開始 我之前都稱讚過這個安排 因為整個結構來看 左邊這個泰亞尼有後上插入力 你找個左邊進攻點拉邊再配搭 他underlap其實那邊左邊這兩個球員就做到破密集 反而一直看到沙卡右邊有些孤軍作戰 所以你找個長期打偏右進攻中場的奧迪加特 去幫沙卡就相當合理 今天也終於看到奧迪加特和沙卡兩個的配合是越來越好 破到密集 7分鐘的時候他們兩個互傳互動 奧迪加特最後能夠送到好的直線進去禁區 被沙卡做六頁插入45度的cut進禁區 再地球傳中 還有48分鐘的時候奧迪加特是故意做個假腳 故意一流不碰的球 流給後面的沙卡再打撞場 破了對方的全場壓迫 奧迪加特能夠揮灑至於做到這些動作 亦都表示出他開始建立到信心和適應到對球 阿迪特開始激活到奧迪加特 看來奧迪加特未來都短時間內很快 開始會坐穩就是阿仙奧的主角位 其實奧迪加特的技術細緻度和禁區頂的天份 都真的好過史密夫露維 那麼他搶走史密夫露維的主角位都算合理 不過我們也不需要這麼擔心 就是史密夫露維的位置 因為你今天也看到就是露維他找到他的位置 他知道奧迪加特都準備坐穩主角位 阿迪特是偏愛他 但是他不要緊 他都繼續密密耕暈 他沒有發呼氣 他開始找另一個位置去踢得好 就是他懂得乖乖地長期拉左邊去打左邊進攻點 立即令到阿仙奧能夠4-2-3-1 他現在是齊飛做到事 他的結構挺好 那麼你看到就是史密夫露維下半場 他首先拉左邊再切入去入球那一下 這個入球就證實了露維是越來越懂得踢左路 也都令到阿仙奧在邊線那邊多個進攻點可以用 接下來還有馬天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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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鮮明的進步,其實跟中場中的組織力是有關係的 阿仙奴的組織弱點就是位於他們的中後場 中場中的球員,令阿仙奴未能夠做到很合理和穩定性的前期組織 這樣就會減少前面進攻點的供應 如果阿仙奴的中後場對比曼城那邊 阿仙奴的中後場是洛迪、根部簡、迪、布尼 阿仙奴這邊的中後場只不過是 夏卡、湯瑪士、盧干加艾蘭尼 組織的能力和吸數差很遠 這個夏卡的派牌算是OK的,但他其他一般般 掌控節奏能力一般 湯瑪士在中路的組織還是頑皮 很多很簡單的短傳他都不算做得好 力量不適合、技術不適合 也有很多很大路的轉方向 湯瑪士看不到做不到 反過來看,湯瑪士雖然可以幫到阿仙奴的中場對抗勝 但湯瑪士的風格又不太適合 現在阿仙奴在打的這種控球賽的短傳互動 令到阿仙奴中後場的組織不夠細緻 阿仙奴都需要湯瑪士這類型的中場幫他們打大戰對抗 但你講到要面對密集、細緻度的組織 阿仙奴就需要第二種球員 例如好像利物浦那邊 他們的中場本來有法賓奴、牽達神打大戰 一定是可以的 但最近他們都開始想轉型玩控球賽 他們就買入太高艾簡達那這一類型的中場 去加強短傳連結細節 講笑這樣講 阿仙奴現在其實是需要阿迪達去踢中場 可惜是開玩笑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似乎阿仙奴這方面 都還是需要在這個位置收購 不過阿仙奴還要買前鋒 所以今季來說 你要爭取到前四就很重要了 因為聽說有前四的話 老闆就肯拿1.8億出來 這塊錢相信就可以足以令到阿仙奴買到一個很好的前鋒 和一個很好的中場 希望阿仙奴的老闆他真的明白 真的要有足夠的好球員 才能夠爭取到前四 如果你說你要要求球隊先有前四 你才肯給錢去買足夠的好球員的話 這是一個反過來的思想 而這個思想其實就是一直在困擾熱刺 熱刺阿仙奴、不倫敦的宿敵 他們現在是主要競爭對手 其實就是看哪一邊 是膽敢放手 博一博拿到足夠資金出來買人 買對人拋離對手 阿仙奴最近確實用錢用得多過熱刺 輸價中槍的時候阿仙奴用了過億 但是你還是會見到阿仙奴有些拼圖未組好 不過當然會怕好像萬聯一樣 用很多錢去買人 但是買錯了些人 搞到你要再用更多錢去買 惡性循環 但是還未能夠換到好的成績 相信都是這個原因令到熱刺不敢投放這麼多錢去買 怕說投資失當 但是一路再等下去 一路怕不買人 都不是辦法 你又會繼續被這個萬城車路士利物浦拋開 所以我認為現在無論是阿仙奴還是熱刺 都越來越接近 真的需要出手買人的臨界點 看看哪一邊快點衝破心理關口 現在見到阿仙奴是比較快想衝破心理關口 其實阿仙奴更加值得一搏 因為你都見到阿迪達開始上手 對球開始成形 有骨幹 你現在再走錯路機會就小 應該在走對條路 所以是時候可以加個球星 加兩個好球員下去 成功機會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阿仙奴年輕 是一支進步的球隊 正在上升 相反而是處於更新換代狀態 所以阿仙奴的確比熱刺更加值得投入更多資金 去完成現在的拼圖 但是如果你說阿仙奴在暑假轉換槍 他真的不夠錢買人 那又應該要怎樣做呢 策略要怎樣呢 應該要選擇買哪些人呢 這裏呢 Patreon片尾彩蛋 我們會繼續講下去 記得多點like 多點like的話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那頻道才會增長 多謝你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就直接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